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唠 说到罗云熙 我们都会想到古装美男 虽然她出道时间不长 却颇受大家的欢迎 在大家眼里 罗云熙是个颜值和实力并存的男神 在演戏方面可谓是非常出色 在何以生肖默 中表现不俗 无论是阳光帅气的形象 还是自然流露的表演 抑或是卖萌耍宝的搞笑方式 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她在剧中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颇高的颜值 以及高冷的气质 也同样得到了观众的注目 除了演技好 在唱歌方面也是颇有才华 在演唱歌曲《夏威央》时 罗云熙则唱出了别样的味道 她以干净清透的声线 独特的罗式唱法 诠释出了听众记忆中 夏威央的感动过往 同时也为听众留住那份浪漫的悸动 如今的罗云熙 在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拍摄的不少影视剧 都获取了大众的喜欢 娱乐圈中的明星经常会传出恋情 但罗云熙却似乎并没有传出过 近日罗云熙却突然被拍到和美女深夜私下会面 引发恋情猜想 有媒体爆料罗云熙白露疑似恋情曝光 不过这一曝光 粉丝们反而高呼 希望他俩是真的 罗云熙和白露 有种比真情侣还真的感觉从 蜜堂到长月 俩人的吻戏特别多 感觉他俩现在都清车熟路了 完全没有尴尬 只有对艺术的探讨 俩人的情侣照也是超有氛围感 很多真夫妻都拍不出这么甜的婚纱照 但是他俩的照片就特有感觉 早在2019年 两个人就合作拍摄了另一部现代甜剧 彼时的罗云熙最新鱼游戏 丝毫没有察觉到白露的爱意 白露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女生 采访上她直接 每一场戏都对罗老师动心 同时白露又克制了自己的爱意 她认为在一段爱情中 男生应该主动 白露公开了择偶标准 喜欢成熟稳重 能够共同进步的另一半 这个说的不就是罗云熙吗 两年后 他们再度二达 在一起拍摄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 他们之间的花火可是电光火石一般 彼时的她称呼她为妖媚儿 她用流利的四川话称呼她为罗云熙 一个江苏常州人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白露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呢 他们不再是客套的罗老师和白老师了 我所有的偏爱只给你 在2022年4月拍完戏后 罗云熙在7月份就突然戴上了L的项链 当时被问这个字母项链的含义 罗云熙当下的表情很耐人寻味 明显有一点心慌了 很快 她就反映过来 自己的名字也带有L 我的姓氏 你的名字 这不就是最好的施爱的方式了吗 白露曾经说过想休息 希望能够去一趟大理 过后 罗云熙就晒出了去大理旅游的照片 这个真的只是巧合吗 罗云熙最新晒出的一日三餐中 信息量也非常大 作为一个吃辣达人 罗云熙自爆一辈子都不会借辣 除非有共同生活的目标 罗云熙晒出的午餐中 清一色都是清淡饮食 没有一丁点的辣椒 最关键的还有香菇炒青菜 作为成都人 应该不会大吃这样的菜式 这个菜式在江苏倒是常见 所以 罗云熙极有可能是为了白露 在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 在最新的发布会和访谈中 罗云熙和白露的距离越来越近 左手拇指在白露的手上一直磨蹭 一点都不像是那个身世有分寸感的男人 她的身体总是不自觉地靠近白露 在访谈中罗云熙一时嘴快说了我们回 话音刚落她自觉说漏嘴 立马改口 脸上都有一点红了 闪过一秒的慌张 在戏里的花絮中 罗云熙对白露百般照顾 连是戏中的吻戏 两个人都亲自上演了 导演可没规定是戏一定要真亲呀 看来 两个人是情难自禁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在最新的访谈中 罗云熙和白露凑得非常近 还用手拇指摩擦着白露的肩膀 手臂贴着白露的胸 这不就是真正的情侣才有的模样吗 罗云熙对另一半的择偶标准公开了 首先是外貌上是要长发 比自己年龄小 其次投缘 两个人要有说不完的话 再次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因为罗云熙曾经因为沉迷游戏 和前任女友分手 所以她想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而白露刚好也会玩游戏 说到这里就很有意思 白露曾经是不喜欢网游的人 后来也是和罗云熙合作后 才开始玩游戏的 这就是典型的爱你所爱 这样无形之中 增加了两个人的契合点 第四 找一个一起成长互相包容的另一半 罗云熙的四个择偶标准 不就是照着白露说的吗 两个人相差六岁 能够一起玩游戏 还非常投缘有话说 白露和罗云熙 也算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两个人如今都是一线演员了 在顶峰相遇的感觉 稳如泰山 罗云熙自爆白露是一个善良 无拘无束随性的女子 且没有任何的缺点 除了嗓门大 善良 是白露最大的闪光点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演员 曾经的工作人员也自爆白 露曾经自费给她去上心理课 在跑男中 白露看到宋雨琪的头发 粘连着名牌 她都不忍心撕掉 善良的女人是最可爱的 她的善良 一直都被罗云熙看在眼里 白露也在最新的综艺节目中 官宣自己是单身 很多网友喊话张灵鹤 让让罗云熙 毕竟她都35岁了 其实 张灵鹤纯属只是同事 她连入场券都没有 白露并不喜欢张灵鹤 两个人炒CP 也只是为了工作需要 白露真正心中最爱的人 就是罗云熙 在白露被网爆的那一段时间 罗云熙还罕见唱了 白露最喜欢的歌 还发了一段 多年不曾跳的芭蕾舞视频 来鼓励她 这就是罗云熙 暗绰绰的在户期 白露和罗云熙能否三打 作为老板的余政放话 看缘分 她并没有把话说死 两个人如今都是一线大咖了 要合作的话 肯定要看剧本 如果三打 罗云熙和白露 极有可能会走罗静和唐烟的路线 从白老师 露露到妖媚儿 再到小宝贝 这不就是妥妥的偶像剧吗 罗云熙的原生家庭非常幸福 父亲是舞蹈老师 所以一直都是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 罗云熙也获得了最高荣誉和花奖 这一切和爸爸有分不开的关系 父母也非常开明 对儿子满满的爱和包容 从来不给儿子任何的压力 同样 白露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幸福 白露在公开场合 说过自己的父亲是高铁工人 从来都敢正视自己的家庭 丝毫不担心被看不起 当时白露在高铁上说自己的父亲的职业时候 杨颖 乔欣和张彬彬等人一脸的不屑 如今看来白露的人品 真的优于他们太多了 白露和罗云熙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幸福 而且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想象到 白露如果嫁给罗云熙 她会有多么受宠 罗云熙公开希望50岁的时候就退休 回到成都生活 她最羡慕的就是父母目前的生活 没事旅旅游 过安逸的生活 罗云熙是一个懂得规划的男人 如今她并没有因为大红大子而摆架子 反而在剧组专心拍戏 白露也非常努力地打拼自己的事业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可以选择休息 却不用把大好的时间拿去休息 她想多拍几部好的作品 白露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希望靠男人 希望自己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匹配得上罗云熙 罗云熙曾说过 其实很难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又喜欢又能契合的人 如今遇到了 罗云熙你要抓紧了 来の